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第一社单独报导了 质疑金村的争议 举及前女友的新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确阿勇,您是在2019年年末一个聚会 偶然遇见了金村 然后在3月初开始交往了 但是你承认自己是离婚女 是在3月中旬 金村一开始有点慌张 朋友们都劝他分手 但是你知道金村对朋友们怎么说的吗? 我还是会交往的 因为我是喜欢那个人 当然父母亲会担心 但是对我来说 就算是离婚女也不会改变什么 金村想要保护你 你们去了釜山、佳平、很多地方旅游 也去了动物园、游乐园、首尔、近郊 但是你却说过 连恋爱都要偷偷的 在外面走路连手都不能切 不知道为什么幸福的回忆都要扭曲 难道还要狡辩堕胎之后 金村变了一个人吗? 然后第一社孵上了2020年10月 也就是堕胎三个月后 两个人一起到普川爱犬咖啡厅约会的照片 确阿勇,您记得2020年7月8号吗? 我们拿到了你发送的长文短信 内容简单的整理一下就是 对不起测诺,我又因为爱你都是为了你来合理化了我的谎言 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因为我的谎言让你有多伤心有多悲惨 你现在应该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但是对于因为我受到的伤害 我还是想要道歉 当天金村向朋友苦诉了这件事情 一下是金村与朋友的聊天记录 我分手了真的很傻眼 早上?昨天凌晨 他撒谎被我发现了 我之前有说过只能原谅一次 但是他去了有男人的地方后 又假装没有去后被发现了 但是问题是 在我说了之后 他以为是别的事情 又说出了另外一个男生的名字 是见了很多别的男生 他说是因为工作问题见面的 只是不想跟我说而已 我说过你去夜店也好 去有男人的聚会也好 我不会吃醋 只要说实话 到家之后发个短信来就可以了 但是又没有遵守 这真的不行了吧 之前有一次拍摄结束的很早 就问他在做什么 他说在睡觉 所以我就买了礼物去了他家 但是他不在家也没有车 从那一天开始 他说以后绝对不会再撒谎的 真的很上火 你还是见别的女生吧 不要再见 欺负你的人了 然后金苏诺将缺爱音发送的 道歉短信 传送给朋友了 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我还是很喜欢他 但是仿佛能看到结果 应该还会撒谎 那种可能性比较大 你觉得跟姐姐能画出未来吗 目前还画不出来 首先是这短信内容 写得让人很心疼 我觉得还会反复的 口很疼 可能会改不了 第二天 金苏诺听从后辈 B姆的劝言 原谅了缺爱音 B姆就是在爆料文中出现的 与金苏诺关系最好的后辈演员 然后三个月后的 2020年7月24号 全爱音确认了自己怀孕的事实 或者打电话给金苏诺 然后你再爆料文说了 金苏诺发送我垃圾回复 但是B姆的话却不一样 哥一开始对他说了 这是件好事应该要庆祝 但是事实上 哥也很担心 苦恼了很久 两个人都觉得很遗憾 但是决定堕胎了 然后很小心的拜托我了 三天后的7月27号 B姆在停车场等待了两个人 因为全爱音突然改口 所以两个人比约好的时间晚点下来了 两个人的眼睛都肿肿的 这种决定本来就不会很容易 在我跟姐姐去医院的时候 哥哥去买了做海带汤的材料 那个根本就不会做饭的哥哥 在韩国生完孩子或者是堕胎后 都会用海带汤来补身体的 金苏诺做了两个礼拜的海带汤 实际上在18年也说过自己会煮海带汤 却阿阳应该知道这是为了谁的海带汤吧 但是您却说 在堕胎后金苏诺的态度变了 用结婚介绍父母亲骗了自己 想重新问一下却阿阳 金苏诺没有给你接受自己的父母亲吗 金苏诺有光明正大地把你接受给父母亲了吧 却阿阳的朋友C某对迪舍表示 在堕胎之后他有见金苏诺的父母亲 一起吃了饭 也在父母家过夜了 之后阿阳跟苏诺的父母亲关系很亲近 苏诺为了给他信任真的很努力了 为了不让他孤单 也给他领养了小狗狗 然后就是关于钱的事情 您在爆料文中说过 金苏诺因为童年时期很贫穷 所以对钱很执着 只给自己会了手术费200万 你给他试了 为了违约见强迫堕胎的形象 但是怎么办呢 你的朋友Demo却对我们说了完全不一样的话 全阿阳的奢侈让金苏诺非常疲累了 圣诞节的时候也买了700万的名品报 他用自己的信用卡刷后 让金苏诺汇款了 因为有跟朋友们炫耀过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全阿阳拿钱 都是金苏诺出钱 说金苏诺喜欢名品 周围的人都知道 谁才是喜欢名品的人 金苏诺因为全阿阳的谎话很痛苦了 他希望金苏诺能倒塌后再回来 结果真的变成那样了 我们见到的C某D某都是全阿阳的朋友 但是都站在金苏诺这一边 他们都觉得事实被扭曲了 我们确认到的真相是这样 请问一下全阿阳 是您的朋友在撒谎吗 金苏诺的朋友E某也对D社表示 金苏诺跟全阿阳有互相确认过彼此的聊天记录 那个时候 聪诺在全阿阳的电脑里 发现到许多偷拍自己的影片跟录音 换个立场想一想 不会很恐怖吗 最后 金苏诺的后辈B某对D社表示 在正义爆发后 苏诺诺说了 脱胎是事实 而且是曾经相爱的人 不想在全国民众面前因为私生活丑匠 所以没有对应选择了道歉 苏诺诺就是那种人 他只是跟其他人一样谈恋爱了而已 也没有隐藏过阿阳姐姐 我都看到了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2019年两个人在聚会见了面 2020年2月在咖啡厅电影院约会 2020年3月初开始交往 2020年3月中学 去阿阳成人离婚过 2020年4月到6月 去了釜山嘉评等地方旅游 汉江收尔尽交约会 2020年7月7号 因为全云仿佛的谎言 两个人第一次分手 2020年7月8号 全云道歉金苏诺原谅 2020年7月24号 全云确认怀孕 2020年7月27号堕台 2020年7月底到8月初 金苏接受父母亲给孕友 在父母亲家过夜 2020年8月中学 金苏做了两个礼拜的海带汤 送了补药领养了狗狗 2020年9月 一起参加了朋友的聚会 2020年10月7号 与朋友一起去了 普川爱犬咖啡厅 2020年10月到12月 韩剧startup开始播放 2020年12月 全云发生私人问题 2020年1月到3月 金苏开始了戏剧 邀请了全云 2020年4月 两个人需要互相思考的时间 2020年5月底 分手了 2020年6月12号 全云发送了埋怨短信 2020年10月17号 全云上传了爆料文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需要用堕胎后 做了海带汤的事情 来瞅新闻吗 直接闭嘴巴神经病 女的喜欢名品 就可以假装要结婚后 强迫堕胎吗 女的也很坏 那就是两个人都是坏人了 不要再炒新闻了 已经结束了 不过 低色暴斗的语气 怎么这个样 很像是在用感情 来苦诉一样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他暴斗的话 除了堕胎之外 Kinzo有要在道义上 被骂的理由吗 海带汤也是 因为在爆料文说 堕胎后 马上变了一个人 才说的不是吗 所有内容都是为了 反驳爆料文而写的 然后有几个地方 真的是无法理解 例如就算是日常的影片 在没有得到当事人 允许的情况下 偷拍的话 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没有事先购置离婚的事情 当然不是说离婚不好 但是在交往之前 还是需要购置吧 不要说Kinzo为什么 事先没有上网查了 正常人的话 会在交往的时候 先去查一下 对方有没有离婚吗 然后最重要的是 因为见了别的男生 而求饶的话 两个人的事情 只有两个人才知道 我只是觉得 对那个爆料文 大家都马上认同 对这个报道Kinzo受害的部分 却只是嘲讽 而感到遗憾 Kinzo也是Kinzo 但这女的也不简单 是劝用堕胎吗 跟女的爆料文也太不一样了 真的需要听两方的话 如果不是事实 就像D社说的一样 女的那边应该会做回复吧 对于D社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你会做回复吧